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9月8号我们台庆啊 今天我们迈入了第17年 也就是过去我们在这已经互相交流了16年了 16个整年头过去迈向第17年 跟自己说一声生日快乐 好 我们跟自己说一声 也跟所有的亲友说一声 You are 16 going on 17 今天大家来为我们庆生吧 好电台对不对 科技一没有单元 好节目对不对 好单元啊 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你也不错 你也差不多17岁了 来 我们今天9月 9月一开始就要介绍BBC Knowledge 9月号的BBC Knowledge 它的封面故事特别值得介绍 因为它的特别报道是广岛原爆70年 整整一月以前 那就是8月6号 今年的8月6号 就是广岛原子弹爆炸70周年 那现在这个广岛也事实上都已经变成一个隐喻了 特别在英文里边 你只要拿出这一个单字 那大家都知道你的意思 意思就是毁灭 就是死亡 OK 那当然这个日本人也特别的期望 我们大家记得的只有毁灭与死亡 可是这一篇特别报道 封面故事 那我觉得它报道的不是毁灭与死亡 它提醒我们的是重生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去正面正视的一个观察角度 那当然广岛当然是一个毁灭与死亡的故事 毫无疑问的 8万人死亡 这个然后后续的 那还有这个很多人 那因为辐射层 还有辐射线的影响 的罹患了癌症 OK 我想这都这都是事实 这没什么问题的 那不过 有意思的是 当时有科学家 预测 他们根据 这个试报的结果 他们完全是根据在美国在发展原子弹过程中间的试报结果 他们预测 那曝露在原子弹威力范围之内的区域 辐射大约70年都不会消散 那广岛在接近四分之三世纪之内会是不毛之地 所谓的四分之三也就是75年了 那所以他会他认为那广岛会跟我们对月球的印象没什么两样 OK 那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爆炸摧毁了这个许多栋房子 毫无疑问七万六千种房子带走了八万条人命 那在这个核心区域 原爆的这个核心区域 所有的动植物都化为灰烬 这都是事实 然而在原爆后大约一个月就在距离爆炸中心八百公尺处 美人胶的红花就从广岛的断圆残壁中冒了出来 那那个美人胶我们在这个封面上面就有他的一张照片 那这个美人胶在台湾也是到处都是 而且我的小时候的印象 我忘记从哪来的印象 说这是一种很贱的话 就是所谓的很贱就是生命力可能很顽强 或者说他也不被视为是很娇贵的话 至少是如此 这应该是没错的 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倒是没听过 他是这种评价 那在小的时候我们很常看到这种花 这个是事实 我们长大以后 现在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过这种花了 那我们还是在读一下这篇特别报道的话 他提醒我们 他提醒我们 一个月以后 在距离爆炸中心800公尺的地方就有美人胶 那这个 这一个看起来像个奇迹的事件 对在当时而言 对于幸存者带来了是希望跟勇气 那当然我们从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更多了 那从我们现代所了解的这个辐射线的科学来说的话 那这个 这件事情其实没什么稀奇的 就是说要让植物停止生长 所需要的辐射量是高的要命的 即使是原子弹都没有那么高的辐射量 那是需要是广岛核弹的辐射量的几百倍 所以才有可能使得植物生长 是田子生长 那与车诺比核电厂等核能意外相比 那广岛核弹的 就是原子弹的辐射量算是低的 而车诺比的动植物也有类似的复原现象 这什么意思呢 这意思就是说车诺比核电厂事故说 泄露出来的辐射线 其实比广岛原子弹所爆发出来的辐射线 要大多了 那即使是这样 在车诺比核电厂核灾现场附近 你还是很早很快就发现了植物复原的形象 我记得我们在那里也报道过 那这个 生物学家在那边做的调查 发现有许多的生物都已经恢复了生机 所谓恢复生机的意思就是说 你譬如说像鸟类 它的多样性恢复了 那它不仅仅是只是少数几种鸟类还在可以在那里注目 而是几乎像它当初一样的那一种生物多样性出现了 所以到了1946年的春天 广岛的樱花重现生机 1946年的春天 也就是说不到一年 就是一个春天的时候 半年以后 到了1946年的夏天 那是一年以后了 那甲竹桃已经在广岛盛开了 甲竹桃也是以前在台湾非常普遍的一种常见 并不是太娇规的 这是一点不错 我记得我小时候住在建国北路的时候 我们院子里面都是 我们院子就有一棵 我们院子里面都是 还要拿那个树叶来当剑来斗 我们是那个树叶摘下来用来做笛子或者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在音乐方面不在行 所以我说不出名堂了 是 不听说有毒对不对 知义是有毒 是没错 是没错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 这一篇封面故事 广岛元报70周年特别的报道 我觉得它的报道的角度是特别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就是它跟一般的报道角度是很不一样的 它讲的是新生 那9月1号的BBC Knowledge 我们要介绍的第二篇特别报道 那就是讲苍蝇 今年对于苍蝇来说 好像特别有意义 一点都不说 你知道吗 事实上 今年 今年有两个特殊的主题 2013年联合国大会决议 今年2015年 是国际光之年 光光 也就是说联合国大会这一个决议 它的目的是希望在今年之内 各国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的科学团体 都用用花一些力气来宣传关于光的科学 怪不得科皮会找波多野杰一来做悠悠卡 你不要在这边给我瞎扯 浪费我的时间 宣传跟光有关系的科学 以及以光的科学为基础的科技 你譬如说去年诺贝尔奖物理奖得主 三位全部都是研究蓝光的工程师 然后其中一位最近上个礼拜 还到台湾来演讲 OK 那这都是属于光的科学 与光有关系的科技 那今年就是对于联合国而言 这个是光之年 可是对于德国而言 那有一群保育人士 他们发起 他们把今年定为苍蝇之年 我们的主题 就是老鹰 就是老鹰 今年2005年 所以德国今年还发行了苍蝇的邮票 还有很多跟苍蝇有关系的活动 那这一篇特别报道里边 它的焦点是放在柏林 柏林是苍蝇之都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欧洲的城市里边 最容易观察到苍蝇的城市 柏林是其中之一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那我先介绍一下 这样子鸟类里边 鸟类里边有一个木 就叫鹰木 就是老鹰的鹰 是 有木 有这个科 有鼠 有种 然后这个鹰木之下 有一个科就叫做鹰科 那鹰科之下 有一个鼠就叫做鹰鼠 那鹰鼠之中 包括至少有50个不同的物种 那全部都是烈士鸟类 OK 那然后呢 它们的体型有的很大 有的很大 有的很小 不过整体而言 它们都不算巨鸟 整体而言 那其中 这个 这一篇特别报道 报道的鹰 就是叫做苍鹰 那 它们分布在北半球 那基本上大概都在温带 那它们会到这个南下来过冬 台湾是可以观察到大概五种到六种不同的鹰 那有人观察过苍鹰在台湾的北部 不过很少见就是 在冬天 他们来这边这个经过过 是是是是是过冬 那 他们从欧洲过来 不如从北 从北 北方 从北方 从北方 就是说 这从北方 可以往 可以往欧洲 可以往这个亚洲 事实上美洲 北美洲也有 不过细节 细节就不多说了 那在柏林可以很容易观察到苍鹰 所以有许多的 呃 赏鸟人士 还有专门研究 呃 鸟的科学家 呃 在柏林 他们呃 调查呃 关于苍鹰的各式各样的科学的事实 那呃 苍鹰 是雌性 比雄性要大的 老鹰 嗯 那这个雌性 它的这个 这个翼展 可以呃 长达一公尺 嗯 那它的体重呃 根据记录最重呢 可以超过两公斤 可以超过两公斤 嗯 那呃 有意思就是说 你你第一个要问的问题 就是 为什么在呃 柏林很容易观察到苍鹰 嗯 为什么 那 那这其实答案非常简单 答案就是 柏林 是少数 这个植被非常广泛的一个都市 估计它的面积 嗯 呃 超过45%以上 是植被 哦 这这这种 这种都市在欧洲 这在其他的大城市 很少 这在 这在欧洲 这在欧洲 只有三 只有三个呃 都市 大概是这样 其中两个都是在北欧 OK 柏林柏林的植被 非常的呃 呃 呃 应该这么讲 是茂密 嗯 OK 这是第一点 那由于植被茂密 所以它可以容纳许多不同的鸟类 是 因此苍鹰就有 食物 有食物 OK 我想 我想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 那柏林的植被另外还有一个特色 也非常适合苍鹰活动 嗯 就是苍鹰基本上不讲究树种 可是他们讲究的是高大的树木 嗯 他们他们最喜欢足潮的地点 就是在高大的树木之上 是 而刚好柏林高大的树木非常的多 所以所以柏林会有那么多的苍鹰啊 建筑建筑的业者都会说嘛 location 是吧 地段很好 所以所以刚刚好就是这一点 柏林的优点不只是绿意盎然 拥有宽阔树冠的大树 在树林中占了极高的比例 那这一点 这一点正符合苍鹰竹巢的需求 他们对于竹巢的树种一点都不挑剔 可是他们要高达 嗯 OK 所以所以在在柏林有那么多的苍鹰 是 那为什么 等一下我要问的是 为什么2015年是苍鹰年 这个他定这个年 不是 基本上这个就是提醒大家 柏林有这么样子 或是整个德国有这么好的 这个 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观察到老鹰 他提醒大家 我们这个保育的重要性 OK 因为因为事实上并不是 并不是每一个德国的城市 当地的人都对保育那么样的重视 你比如说在德国的南部 特别是这个农 属于农业地区的都市 那这个苍鹰 苍鹰的数量事实上就相当的少 而且有有迹象显示当地的人 会积极地去猎杀 猎鹰 那当然呢 在柏林 那这个气氛就有点不一样 所以你在柏林很容易观察到 苍鹰 可是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也必须要注意 这些苍鹰生活在都市环境之中 其实对他们的健康未必有好处 虽然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这个柏林有广大的绿地 所以容纳了许多种不同的鸟种 使得苍鹰愿意在那里生存 可是由于柏林无论如何 仍然是一个人工环境 那所以在人工环境里边 这一些野生动物 很容易感染在野生地区 不容易感染的疾病 接触到在野外 不容易接触到的微生物 那现在有证据显示 现在有证据显示 柏林的苍鹰有80%感染了低虫炎症 低虫 水滴的滴 一点都不错 根据研究 那一些滴虫可能是来自于鸽子 所以鸽子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很喜欢去喂鸽子 用人类的食物去喂鸽子 然后鸽子又会在人类的垃圾堆里附近 去寻找食物 所以还是人的问题 对很容易接触到这一些老鹰在野外 本来不容易或者根本不会接触到的微生物 好我们现在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 一分钟时间跟我告诉我们 9月12号好像有一个活动 对不对 你从来没有在我们这边做过置入 你置入一下 台大科学教育发展中心 每一年办理青年尬科学的比赛 那这一个比赛是由台积电文教中心 文教基金会 大力支持的 那今年的比赛的决赛 就在这一个礼拜的礼拜六 在科学教育馆 不能参加了 在圆山的科学教育馆举行 那我们欢迎各界的朋友去 免费工厂吗 对一点不错 青年尬科学 想要知道的讯息的话 到Google查一下 对就是台大科学教育发展中心的网站 一查就有 青年尬科学决赛 9月12号礼拜六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今天科技艺末单元 王大黄先生 在我们的生日来为我们庆生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所以要怎么快乐 孩子们 你跟孩子们说 那你好生日这些 你就多睡会吧 这一点都不错 我就希望这么 最好的礼物 多睡会 对对对 这个其实两年以前 2013年 我们的这边的报纸也报道过 就是美国的教育部长 Duncan 他今年才51岁 今年 两年前不到50岁 那他就主张 学校应该晚一点开始上课 让青少年多睡一会 晚一个小时 没有左右 是吧 那结果就是今年 刚刚最近 事实上也就是 应该是这几天 英国的牛津大学 以及美国的哈佛大学 专门研究睡眠 以及生理时钟的专家 那他们写了一篇论 他们综合了过去30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 就是睡眠 以及生理时钟 那为这一位教育部长的主张 提出了科学的背书 这篇论文刚刚发表的 那他们认为 现行的学制 不利于学生的学习 而且还损害学生的健康 这不就是教育的目的吗 不是 这是你从你的经验来说的吗 那当然 我到现在认为各国的教育 尤其是公关式教育 一定就是来损害学生健康 以延迟下一代人接班的时间 我们现在又 你又不参加竞选 你在那发表什么证件 那好吧你说吧 总言的一句话就是 研究人员认为 这样就是要晚一点 早上的第一节课 晚一点开始上课 学生才能够获得充分的睡眠 不至于因为长期睡眠不足 而影响学习效果 以及身体健康 那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人是生物 所有的生物的生理机制 都受生理时钟的影响 那生理时钟的运行 由基因控制 是几亿年来演化的结果 而且我要利用这机会 再提醒大家 那就是生理时钟 是一个极合名词 它不是一个单 就是它并不止一个时钟 事实上我们的身体里边 生物的身体里边的生理时钟 是 有好几个 那彼此之间都互相 呼应互相影响的 那人类发明钟表 事实上也不过才几百年 那以钟表时间 规范行动作息 其实也不过是 二十世纪的事情 是 那这一种作息的方式 未必与我们身体里面的 生理时钟吻合 那由于生理时钟 决定工作的效率 那违反生理时钟的作息方式 就不利于工作的效率 是 所谓工作效率包括学习 那过去的研究已经显示 人到了青春期 睡眠时间就开始大幅降低 那全都是因为上课导致的 说的太好了 那上学剥夺的睡眠时间 有的时候可能高达三个小时 那人的睡眠 假如一天少于六个小时 就可能有害健康 是 那因为2013年 也就是两年以前 有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来 那人要是缺乏睡眠 就是睡眠不足 也就是少于 一天睡觉少于六个小时 说可能影响到的基因 超过700个 这数量 你对基因的影响 不是一般说我累了 我对我细胞的影响 你是这个数量非常的大 OK 那 不过 说虽然是这么说 即使是美国的教育部长 他两年以前就这么说了 说是这么说了 可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很具体的行动 是 因为大人的社会 它已经僵化了 因为这大人的机制在那里 是啊 家长要送孩子上学 或者说要 这个 其实它是对成人社会的重大影响 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 对 这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 那不过这篇报告 这篇报告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他们甚至引用亚洲学生 晚上还要补习 作为证据之一 就是说显示 人的专注力 事实上可以维持到晚上八点 所以你看人家亚洲人都在补习 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他的意思是 就是你早上晚一点上课 你可以拖到九点钟以后 十点钟以后 甚至十一点开始上课 那并不代表你整个上课的时间 都会减少 这个你可以把你下课放学的时间 是往后延长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样子的具体的建议 很不容易实行 因为涉及到的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社会工程 很复杂的一个社会工程 你知道 但是牛津大学 哈佛大学 这些研究睡眠精神机制的人员 无疑的复杂了 英国社会科学家的研究 英国社会科学家曾经说过 说现代的文明 它的设计是为了什么 为了延缓青少年 对于性的启蒙和政治的启蒙 也就是说 孩子能够透过睡眠 来剥夺他们青春焕发的智力 也许对于成人社会 是最好的保障 你应该去竞选的 我跟你说 这是个社会研究 不是个政治研究 但是它对政治 绝对是有insight 你信不信 OK 所以刚刚好 就是那么凑巧 我又发现了 另外一篇新的 关于研究睡眠报告 OK 那一个美国研究团队 他找了164个志愿者 来做实验 是 那来观察 那睡眠时间 那睡眠时间一个星期 OK 那记录下来 然后在124个人鼻腔里面 滴入含有鼻病毒的溶液 那把这些人隔离五天 是 那观察他们发 这个有没有发作感冒的症状 是 因为我们一般所说的感冒 那有许多是由鼻病毒引起的 那跟流感不一样 流感我们都很知道 他们的病毒是什么 可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感冒 那他的病源有许多种 其中之一就是鼻病毒 是 那所以这个实验的结果非常有意思 这个实验的结果就是 他来研究睡眠跟健康之间的关系 那他们这个研究团队发现 你睡眠超过7个小时的人 只有17.2%出现感冒的症状 可是睡眠是6到7小时的人 22.7%出现感冒的症状 是 总而言之一句话 睡眠时间越少 出现感冒症状人的比例就越高 所以这是一个 你可以说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实验 可是这个实验清楚的证明 睡眠时间的长短 跟健康有直接的关系 News98 98新闻台科技email单元 王大黄先生在今天为我们98庆寿 生日快乐 就9月8号 接下来我们就要防止晕船了 怎么接的 防止晕船的穿戴装置 这很有趣 对 穿戴装置似乎是最近几年来 大家一天到晚在谈的 而且不断地在预测的最新的电子 就是iPhone之后的 手表 眼镜 手环 好 我们就来谈一谈 最新的这面一种穿戴装置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就是 大家都认为穿戴装置是新一代的电子产品 可是真正问题在于这种穿戴装置 究竟可能有什么样的用途 其实知道的还不是太多 我还没有很好的成功的具体的典范 我们就来谈一谈晕船 许多人会晕车晕船 搭云霄飞车也会有同样的症状 基本上就是恶心了 不舒服了 市面上也有卖晕船药 可是科学家到现在为止仍然不清楚 晕车晕船的原因 不知道原因可是开了药了 开了很多年的药了 是 这是 增壮了它 对对对 而且市面上的晕船药 越有效的话 副作用越大 譬如说你会让人觉得昏昏沉沉 说你吃的药 虽然防止的晕车晕船 可是你就没办法工作了 那对于晕车晕船 科学界流行的解释是 人的身体移动的时候 视觉与平衡感系统 传送给脑子的资讯 就互相冲突 就是你眼睛看起来 你的周围环境没怎么动 那事实上你的这个平衡感的系统 你已经察觉了 事实上你的处身的环境 是有移动的 那你的脑子接受到 这个互相冲突的资讯 它糊涂了 所以它的运作就不正常 那这个有三分之一的人 不是有十分之三的人 也就是接近三成 接近三成的人 它的症状是比较严重的 那晕眩了 强烈的恶心了 出冷汗了 等等的 那英国的这个伦敦帝国学院 那它现在已经是伦敦大学的一部分了 帝国学院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一个研究性大学 那这个帝国学院的研究团队 发现在头皮上 以微小的电流干扰脑子运动中枢的反应 可以减轻晕船的反应 也就是说 以电流干扰脑子 降低脑子对于相互冲突的资讯的反应 那他们找了志愿者做实验 把电脊贴在志愿者的头皮上 通电十分钟 然后再让志愿者坐上 模拟车船行径状态的椅子 结果经历过电流处置的人 比较不会感到晕船的症状 即使有也恢复的比较快 更重要的是 似乎没有副作用 那研究人员 这个研究团队 这个研究团队的研究人员 他们就预测 他们很兴奋 他们认为在五到十年之内 根据他们的这个发现 所设计的抗晕船穿戴装置 就会上市 那还可能结合手机 这个就有意思了 那现在的研究团队 现在这个研究团队 已经跟企业界接洽合作的方式 那据说军方对他们的这一个发现 也很感兴趣 怎么说 你知道原因在于 因为操纵无人飞机的人员 也会有类似晕船的问题 他不是不上飞机吗 是 可是无人飞机传回的视讯 是不断的在动荡的 就他在安静的环境里边 接收不断的动荡的视觉信号 一点都不错 干扰 对 所以你一听就懂 那就无人机传送到航管中心的视觉信号 往往会令航管人员恶心想吐 等整种的身体不适 那另外一方面研究团队还发现 他们所使用的微弱电流刺激方式 还能够提升人的注意力 让人更为专注 那军方对于这个发现也非常感兴趣 我感觉这个像客药 这跟客药差不多 可是客药会上瘾 到目前为止 他们说微弱电流大概不会让人上瘾 那我告诉你 那可不应 你帽子如果它是个帽子 不是个穿戴装子 如果是个帽子 你都忘了戴下来 忘了取下来就麻烦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 对于这个功能感兴趣的机构 想必不限于军方 学生也一定会欢迎这样的产品 因为研究人员使用的电流 非常的微弱 与药物相比 出现副作用的可能性 是很低的 是 这是物理治疗 我称之为理疗 脑头皮上面这样弄一弄 是 好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以鞭织 以控制植物并虫害物 我没念错吧 什么叫鞭织 有一类蚂蚁 我们就叫它鞭织 因为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没有办法多说 在网络上有 你很容易就查到相关的资料 那他们会 他们也会吐司编织网 吐司织网 蜘蛛蚁 一点都不错 那这一则新闻的关键在于 病虫害整合管理 是永续农业的主流策略 那这个策略的特色之一 是不以消灭病虫害为目的 而是控制病虫害 将病虫害的影响降到最低 以平衡发展为目的 也就是说过去以化学药剂 杀死病虫害的做法 往往会破坏环境 破坏生态平衡 那这不是一种永续发展的方式 所以病虫害整合管理 一个关键的要素 就是生物防治 那最近有一位丹麦学者 他叫欧芬博 他刚发表一篇论文 他分析了最近十年 以编织椅控制病虫害的得失 他指出来 编织椅可以减少害虫的数量 以及损害的程度 增加许多作物的产量 而且更重要的是 编织椅对农业有利的特性 并不只是编织椅独有的特性 其他至少有一万三千种蚂蚁 也有那一些特性 等一下 蚂蚁种类有那么多 蚂蚁的种类太多了 细节我们不能多说了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 整体而言 以蚂蚁控制农作物病虫害 潜力是非常大的 那举具体的例子 以编织椅控制农作物病虫害 最早的实证研究 是在澳洲的北部做的 报告发表于2004到2005年 它针对腰果树 以编织椅控制病虫害 连续四年 成本是传统手段的40% 产量可以提升49% 因此整体而言 尽力增加了7层 然后用来做 这个芒果的病虫害防治 也有类似的效果 那其他学者 在泰国越南做的研究 则发现 以编织 以控制农作物的病虫害 并不是每一种作物都有效 那你分析之后 那这一位蛋白学者就强调 这涉及到的是 病虫害整合管理的 基本的概念 病虫害整合管理的 基本概念 并不只是依赖 单一因子来运作 那这个事实上 你假如对情况评估 适当的话 编织也可以扮演 一个重要的角色 的确可以发挥 这个我们期望 它发挥的功效 也就是说 不是用化学药剂去杀死 这是关键 这是关键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 而且而且还有是 是涉及到好几个 不同因子的 那这一些不同因子的合作 强调的是 它内部有回馈的机制 而且是 不会有 不会只有短期的利益 而造成长期的损害 你使用杀虫剂 或是大量使用肥料 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 这种编织仪 或者其他所说的 一万三千种蚂蚁 可以对比 台湾的某一些特殊的作物 包括一些经济作物 甚至稻米 也有类似的 事实上台湾已经有人在研究了 这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 壁龙海整合管理 好 谢谢 谢谢导玩响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